鸳鸯茶酒COT 大家好 欢迎来到鸳鸯茶酒COT的频道 由台中到台北是可以坐高铁或台铁 而台铁又有分三种 大家有知不知是哪三种呢? 有分区间车 由台中到台北就差不多三个钟头的车程 而车费就是220元 至强号 由台中到台北大约是两个钟头的车程 车费就是342元 土油马由台中到台北大约是一个会中头左右的车程 而车位跟自强一样都买340元 高铁只需要45分钟至1小时的车程 标准车厂的车费就是700元 当然了 它有早了优惠 即是早点买票会再便宜些 不过由我家去峰原站就比较近 所以我就选了由峰原站坐台铁去台北 而相比起由家去台中车站坐高铁 时间上其实差不多 不过车费便宜很多 所以每次由我家去台北 我都会选台铁 因为时间差不多 不过车费便宜很多 来到台北都会来这家老字号吃鱿鱼羹 这次就坐楼上 它新装修了 有很多新的摆设和桌椅 选择了吃什么之后 就落楼下付钱 付完钱之后 就回上来坐在那等食物 在那边 四方楼下来 这次就在这里 在那边的食物 选择和楼下 一边的食物 在那边的食物 楼上饭 一边的食物 这边的食物 我最后来买到冰箱 要不要再买到鱼羹 我最后来买到小鱼羹 我最后来买到小鱼羹 好久了 你最后来买到小鱼羹 我最后来买到小鱼羹 菜喉嚨 辣椒在最下手 魷魚巾是我必然會買的食物 因為它的爐質都剛好 魷魚很新鮮又很脆 而且碗里面有很多油乳 一点都不沽寒 焰炸的牛榜天虎狼 你一吊它才炸 这里的小食格格好亲民又好吃 每次都不会令人失望 在捷运龙山寺站 大概一分钟左右 就会到这间老字号商企号的南根 另外又是走不用一分钟就可以去到龙山寺 现在因为环保 所以里面已经不可以再点香 每一个善信礼拜都有自己想祈求的东西 例如如果想拜学业 就会拜文昌帝 如果想祈求神灵保佑他们健康 就会去拜华堂 不过你们知道 每一次我去这个纸里下一个圈的时候 都会见到最多人拜的就是越老 我都冲心希望每一个善信来拜神 他都心想事成 离开了龙山寺之后 下一站我就去迪化街了 听说迪化街是由古高海味店名 所以我也想过来看看 因为可以买一些煲汤料 平时在一般的超级市场是很少很少的 例如南北行是找不到你买的 真正的大阳 负责 太好了 沙红 迪化街是一条保留得挺完整的老街 是一条很有历史的街 而近过年的时候也有非常多人来办年货 永乐市场就位于迪化街 是一个充满历史的市场 里面有很多东西卖 有卖水果、菜、肉 又有熟食的 可以坐下晚吃也可以 也有很多大牌长龙在卖外卖 有卖衣服、卖布、改衣服 真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市场 本来看看 嗯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订阅 留言 赞好 以及分享给你们的朋友 多谢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